今日,张子怡晒出一组全家福配文万圣节的周末我们全家去了亲子餐厅,弟弟承包了所有的可爱,并晒出了与王峰以及儿女的合照。 张子怡更是亲密的把全家福命名为东张西汪。 同时,网友在小苹果生母葛惠杰的社交账号下评论称张子怡温馨把全家福命名为东张西汪,可见有多爱小苹果,后妈能做成这样,真的不容易。 王峰前妻葛惠杰回应网友我相信的,葛惠杰更是罕见提到自己和王峰的感情。 当被网友评价是懵懂无知的年纪上生活的贼船,葛惠杰则坦然面对18岁那段恋情,形容和王峰的那段往事贼船不至于,只是因为太小还没有接触社会而已。 此外,葛惠杰也否认了怀孕的传闻。 据悉,小苹果在王峰和葛惠杰分开后一直跟奶奶生活,在奶奶去世后便与王峰张子怡同住。 昨天,